金包里慈护工进入重建程序 就庙拆卸作业进行当中 而为了筹措建庙的基金 去年底办理岁末点灯 抽金界的活动 日前在直播民众与慈护工里 监视的共同见证下 有董事长抽出了36位的幸运儿 预计将会在4月23号 马祖圣诞当天来颁奖 让幸运儿将马祖的圣旨金戒指带回家 金山区的信仰中心 金包里慈护工进入重建的程序 旧庙拆卸的作业与去年底动工 当时也办理了岁末点灯 抽金戒指的活动 邀请信仲点灯支持建庙基金 而到了要抽出幸运儿的时刻 在直播民众与慈护工里监视的 共同见证下 有董事长抽出了36位的幸运儿 可以将马祖的圣旨金戒指带回家 根据上时代的潮流 那么鸟穹的时间是打算里的 虽然是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庙 不过办活动却相当跟得上时代脚步 利用网络直播与网络程式抽奖 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而这一次有资格参与抽奖的信众 有一万八千八百多人 虽然抽金戒指的活动截止 不过董事长也依旧鼓励信众来点灯 不仅可以帮助建庙 还可以为自己祈求平安 因为这个监督有很大意义 第一步让自己我们学家平安 要完成风采 也能帮忙我们去庙 这是很大大意义 所以我们今年用生日的机遇的秋季 来提大家的希望家庭 对大家的印象 让大家共同来参与来监督 而现场抽出的三十六微幸运儿 可以至慈户宫官网确认名单与单号 而慈户宫也预计将会在 妈祖圣诞的当天 四月二十三日的晚间六点 在庙前广场来颁奖 届时也邀请信众来为妈祖祝寿 并一同来见证 点灯住建庙 还可以幸运获得 马祖圣旨金戒指的幸运时刻 记得平函金山采访报道